这个酷似扑克凯脸的石像怪兽 正是B王阿古如的兄弟 同样身为海洋的守护神的他 并没有阿古如那样宽宏大度 而是为了守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对小日子大大出手 只因小日子前段时间的河沸水事件引起 这天吉井博士在考古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海螺 只要将耳朵凑近就能听到美妙的音乐 而这个音乐却只有他一人能听到 防卫队基地内由于近些年来 人类对大海的污染排放 导致海底频繁出现异样 为了一探究竟队长吉克派武藏和风吹前去调查 就在潜水艇对海底不明物体进行扫描之际 海底却突然发生地震 潜水艇差点撞上石像 没有办法两人只好先回基地 回到基地后众人吉克对石像展开讨论 猜测这是由人工制作而成 并不像远古时期的遗像 与此同时吉井博士在刚刚考古中 发现一块古代石板 而石板上刻有古代文字 翻译为海底的守护神即将复活 武藏看向石板发现石板上的图案 和之前在海底发现的石像一毛一样 不仅如此就连地点也是同一处 由此可见啊 这海底的石像就是石板上所说 武藏立马将消息上报给基地 另一边海底的守护神 如石板上所说一样 开始实体化复活 为了阻止海神伤害人类 队长吉克下令全员出动 研究所内为了平息海神的愤怒 胖哥和吉井博士开始对神秘海螺进行分析 最终在两人不懈的努力下 海螺的秘密终于被解开 意思就是拥有纯洁之心的人 才能听到海螺中动听的旋律 海螺正是平息海神愤怒的钥匙 而吉井博士则是被雪中的人类 就在这时海螺突然散发出光芒 开始指引着两人该如何平息海神愤怒 看完使用说明书后 吉井两人即刻出发前往此地 可就在两人即将抵达目的地时 海神突然从海中蹦出 来到了他俩面前对其发动进攻 危急关头防卫队驾驶战机及时赶到 为其挡住了袭来的攻击 可奈何人类的力量 根本无法与海神抗衡 五藏驾驶的战机瞬间被海神击落 为了掩护吉井前去平息海神愤怒 胖哥挺身而出 掏出手枪对海神进行攻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五藏变身高斯奥特曼将海神扑倒 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打响 胖哥和吉井也正火速赶往目的地 只见高斯一招铁杀掌将海神排退数米开外 高斯乘胜追击再次冲上前去 几招下来便将海神放倒 就在高斯得意之际 海神开始反击 一记过尖衰将高斯撂倒 还没等高斯站稳 海神再次释放海神之石将高斯重创 好在吉井两人找到了放置海螺的陨石台 吉井立马将海螺放了上去 可下一秒却没有发生任何反应 一旁的胖哥定睛一看 嗯 发现海螺放反了 两人立刻将海螺调整方向后 海螺就陷入了石台中 顷刻间石头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朝着远处的海神射去 在被光芒的照射下 海神停止了行动 高斯健壮立刻释放月神转移之术 将海神再次尘封在了海底 地球也因此免去了灭顶之灾 哎 本来就是有小日子的核污水排放 才引出海神的制裁 我觉得吧 他们就是该死 高斯不应该救那些坏人的